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53岁 我本身是加勒波出生的 我住在娃娃 去年2019年3月27日 其实当时跟我去医院看医生的 我才抓紧半脂肪 基本上都是回来和其他人说 告诉他们 我有这样的情况 什么是我的下一个步骤 我要去面对的 医生也有告诉他们 我要做六次的霸尿 所以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身边还有我家人 我姐妹 个个都很支持我 那时候可能我本身的角色 是很夹薄 很白得 又不静得下来 所以其实我在打化疗的过程 你面对它 解决它 你放下它 你的每一天 过好你的每一天 开心过你每一天 你就是赚多过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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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